关于这样的一个静态文件 关于这个静态文件 咱们现在已经能够提供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再往下去开展之前的话 咱们还得来去补充一个东西 补充什么东西呢 我们昨天在去讲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构造整个iHome的 这样的BLASK应用程序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这里面是会去讲过 这个CSRF Protect 然后说了我们要给它去补充 CSRF的防护机制 那CSRF的这个防护机制 然后之前也跟大家去提过 它是怎么去防护的呢 要求有两个地方必须有值 一个是Cookie里面 一个是请楼体吧 所以那为什么要求这两样东西呢 我们得跟大家去先说明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CSRF这个机制 说明完成之后 然后呢 咱们还得看一下 刚才咱们所写的静态文件当中呢 我们还要去补充一个东西 补充这个东西之后 咱们下来呢 才能去开展这样的工作 所以呢 咱们先把这个CSRF这个机制 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看 比如说 这是我们在后端 所去做的这样一段程序 这是咱们的后端 这是咱们的作用的后端 然后呢 那我们说了 真正在去进行CSRF防护机制的时候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CSRF的这个防护机制 我们放到这儿 它所对应的东西就是说 一旦你要后端服务器开起来之后 它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相当于我们昨天在这里面去写的 咱们在这里面写了一个 CSRF Protect 把AV交过来 交过来之后呢 这相当于是为Flux添充了这个机制 但是添充这个机制的话 这个机制做的什么工作呢 它仅仅做的是教验操作 做的什么样的教验操作呢 然后呢 就相当于如果前端这里面有一个请求发送过来了 有一个请求向我这里面发送 这个请求发送过来 发送过来之后呢 如果这个请求是哪样的请求方式呢 如果是这样的pose请求方式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请求当中 如果一旦包含了请求体的话 那在服务器这边呢 就会对它进行一下验证 验证完成之后 如果成功才会进入到试图盘当中 那它是怎么去进行验证的呢 这个CSRF的验证机制 这个验证机制的话 它是这样进行操作的 它会从你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当中呢 从哪呢 从cookie里面 cookie中 获取一个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叫做CSRF token的这么一个值 那在每个框下的话 这个这样cookie的这样的这个名字 不一定非得叫做CSRF token 只是说在这个cookie里面 必须要包含这么一个值 然后呢 紧接下来还从哪呢 从请求体中 请求体中 获取一个 也是同样字段的 比如说也叫做CSRF token的值 就相当于cookie当中 必须包含一个名字 叫做CSRF的值 然后它的值可能是多少 然后呢 在从请求体当中 也获取一个字段名 叫做CSRF token的这样的值 我把这两个值拿出来之后 然后呢 CSRF进行对比 如果两个值相等 或者是两个值相同 相同 然后呢 则 教验通过 则检验通过 可以进入到 试图函数中执行 可以进入到 试图函数中执行 如果两个值不同 则检验失败 然后呢 在flux当中 这个wtf的 它的机制呢 会向前端报错 会返回 会向前端 会向前端返回个400的错误 400的这个错误 是不是代表的是 错误的请求啊 所以是这样的东西 这是会返回状态嘛 400的错误 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把它开起来之后呢 它仅仅做的是这样的一种工作 但是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你前端 放某这些发送的时候 刚才说的 课题当中 必须包含一个值 请求体当中 必须也包含一个值 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请求当中 它会有两个部分的东西 你的这样的 酷黑当中 比如说这个酷黑 就在这儿呢 酷黑里面 可能包含一个 CSRF的 这个酷黑当中 可能包含一个 CSRF的token 这么一个值 它的值可能多少呢 XXX 放到这儿 然后呢 还会有一个请求体 包底 包底当中呢 也要包含一个 CSRFtoken的这么一个值 它的值呢 可能也是XXX 如果是这样的 蠢球发送过来的话 你现在看一下 后端夫妻这个验证 是不是就能够拿出来 就能做正确的对比啊 否则情况下 它就会验证失败 那这个东西的话 酷黑里面的值 哪里来 包底里面的 哪里 这个值 哪里来 由我们自己来去做 我们昨天给这个 flask当中 补充的这个CSRF Protect的话 它不会去解决 酷黑里面的值 哪里面来 包底里面的值 哪里面来 它做的仅仅是 这种验证操作 这也没什么意思吗 它做的仅仅是 这样的验证操作 所以呢 酷黑 请求当中 酷黑的值 需要我们自己 进行设置 然后呢 请求当中 包底里面的值 也需要我们自己 进行设置 做完这样东西之后呢 我们才能通过 它的验证呢 这是关于这一点 我们需要 跟大家去说明的 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 来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 它进行验证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 只对POSE请求 进行验证 只要是 你这个请求当中 能够带请求体的 请求方式 它都会进行验证 那还有哪些请求方式 它会进行验证呢 还会有 HOOT请求方式 HOOT请求方式 也能够携带请求体 还有一个东西呢 Delete方式 Delete方式呢 也能带请求体 它也会进行验证 所以这三个 都是常见的 但是GET的请求方式 我们知道 似乎不会有请求体啊 所以呢 它不会进行验验 也就意味着说 它会对上面 这三种方式 通通的都会拦截 都会进行验证 所以这一点 是需要大家清楚的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紧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说 起到了 添加上这样一作用之后 它就能够进行到防护呢 或者这个防护 它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这一点 必须得理清楚 咱们来去看一眼 好了 那我现在 比如说 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先去掉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 给你模拟去一个场景 比如说模拟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有一个服务器 它的IP地址是多少呢 比如说咱们在这 这是一个银行网站吧 这是一个银行网站 然后呢 它的IP地址 比如说咱们就把它叫做 192.168点 然后比如说就是1.2 是这样的一个IP地址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在这个银行网站当中呢 它存在着一个业务逻辑 存在着一个什么业务逻辑呢 比如说就说转账吧 它可能存在一个转账 叫做exchange 这样东西 然后呢 这个转账的话 银行说了 你必须访问的时候呢 以什么样的方式访问呢 你以post方式来去访问这东西 才能够进行转账 进行这样的转账 然后呢 那你在进行这个转账的时候的话 肯定我们去想一下 你最终银行在去认的时候 是不是得知道 你这个账号的钱是从哪 转到哪啊 对吧 我得是从谁的账户 转到另外的人账户 那从谁转呢 就相当于是发起人了 发起人的这账号的话 通常可以从谁呢 就是你得先登录之后 再进行转账啊 所以在进行操作之前的话 好了 我们通常情况下 还得在银行当中进行登录 所以就相当于银行当中 会提供着两个对应的试图函数 比如说第一个对应的试图呢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login 就是登录的这样的接口 然后呢 那好了 比如说我们去想一下 用户 左边是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第一次向这个银行网站进行访问 访问之后的话 它进行的是登录操作 应付浏览器 第一次进行登录 进行登录之后 然后呢 向后端发请求 那银行这边 既然是说已经让你登录了 他我得 银行这边是不是要去记录你的登录状态呀 所以他怎么去记录呢 假如说他在进行记录的时候呢 就把你的登录状态呢 给你放到cookie当中了 就相当于是说 好了 给你去设置一下 这是登录 登录之后呢 给你设置一下cookie 相当于就是set了一下cookie set了一个cookie当中 给你设置了一个什么样东西呢 你已经登录了 我就把你的useid给放过来 比如说userid等于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等于123 这是用户的id 这时候一设置的话 那在用户的浏览器当中 是不是就会把这个cookie给存下来呀 就会把这个用户的这个cookie给存下来 但是我们知道了cookie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一旦设置之后 所有的网站当中访问的时候 都会把useid带上 而是说cookie它进行 浏览器在进行自动携带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郁的限制 就相当于你这个cookie是谁给你设置的 我最终在访问谁的时候呢 才会带上 刚才这个cookie是谁给你进行设置呢 是192.168.1.2 是这个银行网站它做的吧 所以呢你这个cookie的话 只属于这个网站 所以呢相当于在这个网站当中 存在着useid等于123 存在着这么一个值 就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 这个用户呢 就开始要去发起转账了 这操作了 所以呢它会向银行的第二个接口 向这个地方呢发起转账 它向这个网站当中 向这个接口在进行发起转账的时候呢 银行就说了 这个接口它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要求以post方式您访问 然后呢访问这个网址 访问这个网址当中 既然是post方式 你要给我携带参数了 我转账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好了 就知道你是谁的话 因为你在进行我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浏览器会把你的userid带上了 所以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然后呢 接下来他还要做什么功能呢 他还得知道 我要转给谁吧 比如说咱们说了 那就是当于还需要一个参数 这个请求体的参数 请求体的参数当中 我需要知道 有什么东西呢 需要知道的就是 我转给谁 图谁呢 图user 你要去告诉我一个值 比如说XXX 然后呢 还要什么东西呢 你还得去告诉我转账的金额吧 比如说就是money 转账金额是多少 你给我传过来 所以呢 银行网上就做的工作就是说 从你的cookie当中 看一下 cookie中 包含的是 userid吧 cookie里面有userid 用户id 然后呢 这是转给谁 底下呢 是金额 现在一下 通过这三个参数 是不是一个转账操作的 需要的东西就完整了 完整之后 他就能去操作了 所以呢 这是可能银行去定义的这样的接口 定义接口之后呢 用户就向这个接口当中 发起请求 所以呢 他需要携带参数 携带参数的话 按照这样方式来去做 比如说在这次请求当中呢 他是以post的方式来进行访问 紧接下来 他会在cookie当中包含 包含什么东西呢 userid是浏览器 自动给他带上的 所以呢 userid等于123 就包含过去了 浏览器的123 这个userid带上去之后 然后再看一下 这次请求当中 还会有请求题 请求题的话 因为这是 银行网站给你去做的 所以呢 可以在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表单 然后你填寄的话 会把这个请求题 也给带上 里面呢 就会包含了个 touser 转给谁呢 可能是456 这个用户 然后呢 转而上的金额是多少呢 可能比如说 这是2000块钱 然后放到这儿 好 网站这一放之后的话 这个请求就发送给银行 这个请求发送给银行之后呢 银行带上去提取一下 定义的userid 有了 touser money 你都有了 所以就全了 全了之后呢 银行就直接进行这样的转向操作了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别人就可以进行跨站攻击了 怎么叫做跨站攻击呢 它是跨站伪造攻击 那么近伪站呢 比如说 现在除了这个银行网站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比如说 它可能就是一个黑客 所对应的一个网站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黑客的网站 或者叫做黑客网站 它的地址呢 比如说就是192.168.1.3的这样一个网站 但是呢 实际上在这个网站当中 这个网站的内容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呢 它既然是一个黑客网站 也就是说一个仿冒的网站 然后呢 用户它不知道这是一个黑客 一个钓鱼的这么一个网站 所以呢 它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网站 那在这个网站当中呢 会做什么工作呢 比如说在这个网站当中 它就提供了一个对应的视图 比如说就是index 就是这样一个主页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主页网站 所以呢 用户的浏览用户的话 它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网站呢 所以呢 它就向这边去发出请求 它向这个网站当中 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求 向这个网站发起这么一个请求之后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这个网站是不是要给它回复啊 它请求的是主页 好了 那就会把主页的这样一个资源返回给它 因为请求的是主页 所以呢 就是相当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 返回主页 它的一个页面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返回了这么一个文本 返回这本文本之后呢 那就相当于在用户的浏览器 这里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样的文件呀 对吧 那这个文件是属于黑客的 这个网站的 它是属于哪个呢 它是192.168.1.3 属于这个网站的 这个一线index 在这里面拿到了这么一个主页资源 在这个主页资源当中的话 然后呢 我黑客会把这个网站做得很正常 就相当于正常网站一样 然后呢 里面可能会隐藏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面很有可能会隐藏着 比如说就是一个表单 放 在这个表单当中的话 很有可能让用户都不觉得这是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单当中可能就包含了两个隐藏字段 一个字段呢叫做input input当中 它的内部值可能就是一个to user的值 我们再来简写一下 咱们把这些简写一下 相当于这里面呢会包含一个to user的一个输入框 然后呢可能还会包含一个money的输入框 包含了这么两个值 这两个东西谁呢 是这个黑客造出来的 是他伪造的这么两个字段值 这两个字段值的话 而且呢他会把值的内容都给你填好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黑客想要做的真正的攻击的目的是说 想让你给我进行转账 想让你这个用户呢 在这个银行当中把你的钱转给我黑客 但是转给我的时候呢 如果黑客自己直接向银行网站发送请求的话 他不认为黑客是这个用户啊 银行网站怎么去认呢 银行网站只认Pookay里面的这个U4ID 所以呢他是凭借这个东西来去做的 如果黑客想让这个用户去给我转账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得向银行网站发送请求的过程当中 那个Pookay里面的U4ID 必须得是用户的这个东西吧 得是这个用户的U4ID 但是呢这个黑客网站直接够不到这个Pookay 他够不到他够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这个Pookay是存在用户的浏览器当中的 所以黑客要做的目的呢 就是去利用一下用户存放到浏览器当中这个Pookay 利用这个U4ID 然后呢让用户的浏览器自己去向银行发送请求 向他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就会把Pookay给带上 所以呢这时候呢银行就会认得这个身份了 所以呢黑客的目的就是想要去利用用户浏览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Pookay值了 但是他怎么去利用呢 他只能说在这个他自己的网页当中他利用不了 那干脆他就直接让用户在访问我的网页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网页当中会给你造出一个请求 造出一个什么请求呢 就比如说我把向银行网站发送的请求当中的请求点参数 2user跟这个money我都先给你造好 比如说这个银行这个2user给谁呢 发给这个黑客的 然后呢money发送多少呢 比如说是1万 这东西都是我给你造好了 而且这个普通用户他看不到 就相当于是说用户呢以为还是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呢他给你尽量的让你引导到 让你去触发这样的表单 在去触发这个表单的时候呢 只不过是说这个表单在进行发送的时候呢 他的action发给谁呢 不是发送给黑客了 黑客目的就相当于把这个表单的行为呢 发送给谁呢 发送给银行 所以呢他在去造这个表单数据的时候呢 造出来的你的action要去往谁呢 往192.168.1.2 往银行的这个东西的哪接口呢 银行的exchange 往这个接口上面进行发送 我给你造出来这么一个表单之后的话 那用户呢可能不知道 所以呢用户的话就会误点了这样的表单 误点了这样表单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表单是谁出发的 是用户出发的吧 用户一出发的话 而且这个表单发送出去 是从用户的浏览器去往外发的吧 所以说那这个请求发到哪 发送给银行了吧 我action指向哪 是不是就发到哪啊 所以就直接发送给银行了 所以就相当于用户自己 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给银行发送了这么一个请求 那银行应用户发送给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那就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的话 为什么问题就来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像这个银行发送的请求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是pose请求方式吧 比如说这里面会要求 这是pose请求方式 pose方式 那它既然是pose请求方式的话 我们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眼 这里面招不下了 咱们给它换一行去写 也是pose请方式 然后呢action是向银行网上发送 所以呢这两个都符合了 紧接下来 请求机当中 2User Marni是不是也有了呀 2User发送给谁呢 发送的是黑客 这是黑客自己造的数据 Marni呢 也是黑客造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请求机全了 那cook呢 cook是谁带 正因为是从用户的浏览器 发送出去的 所以这个东西 用户根本不用管 用户的浏览器 自己是会把cook给带上呀 因为他发现 用户的浏览器发现 发送给的是银行网站 所以呢就把这cook给带上了 也就意味着说 带的值是谁呢 就是用户自己的UserID 所以这时候你看一下 银行又收到这个请求 那银行收到请求之后 他发现铺柜里面有值 包子里面也有值 然后呢他就已经转账了 但是你看一下 银行正是因为 他把这参数都全了 他也不知道 这个请求到底是用户 自己自愿地发送过来的呢 还是说在不知道情况下 别人指使你发送过来的 他根本就辨论不来吧 辨论不来出来之后 那我们说了 这就相当于是黑客 伪造了你的身份 向正常网站当中 发送给请求 进行的攻击行为 这一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能明白吧 简先让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说了 这种攻击呢就叫做CSF 那怎么去防患它呢 防患它的话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需要再开启这样的验证 开启这验证的时候呢 需要包含两参数 那么现在看一下就相当于 现在银行就把它的接口变了 它变了的话要开启CSF验证了 那开启CSF验证的时候呢 也就意味着说 它最终再去做的时候呢 要求你Cookie当中 不仅要包含U4ID 还得包含谁呢 还得包含一个CSF Token这么一值吧 然后呢还得要求你的请求体当中 必须也得包含一个CSRF Token这么一值 也得包含这么一值 我把这东西先 这是防止公知之前的 我们复制一下 大家看一下 开启开启房屋之后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里面要包含一个CSF 然后呢在请求体当中 必须也要包含一个CSRF Token的值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请下来看一下 为什么做了这样一点 就能够进行防护呢 我们先来看 先说谁呢 先说从正常的请求过来的 从正常请求过来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上面这个请求呢 是用户在访问银行网站之后 银行网站给他引导发送过来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银行网站是知道的 银行网站是知道的 他怎么知道呢 他在进行用户这次请求之前呢 反正你肯定已经请求过银行了 所以呢银行之前呢 就会在这请求之前 已经给你在额外设置一个Pukey 他会除了给你设置UserID之外呢 银行还会在这里面给你设置一个CSIF Token的这么一个值 这个值到底是多少呢 可以是随机的任何一所赚 比如说就是XX 往到这儿给你设置过来了 设置过来之后 然后呢在进行请求 这个发起转账之后呢 这也是通过银行正常网站发起来的 所以呢银行就知道 这样的一个Cookie里面的值是多少 所以呢他会把Cookie里面的值 也给带到请求体的参数当中来 所以就相当于 这时候呢在你的CSIF请求体当中 也包含了这么一个值 它的值多少呢 是XXXX5X 那对于呢 Cookie里面除了这样的一个UserID之外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CSIF Poken的这样的值 也是XXX 这些东西呢 因为是通过银行正常网站去做的 所以呢他知道Cookie里面的值是多少 也知道请求体的参数是多少 所以呢他只要让这两个参数值 是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把这个请求造好之后呢 接下来发送给银行 银行就能够去提出来 在Cookie里面当中去提出来参数 从请求体的包含当中 也去提出来一个CSIF token的这样的值 然后呢进行一下对比 发现是相等的 就认为是正常的方式拿过来的 所以呢他就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难道说 那你通过黑客网站再去造的时候呢 黑客就造出来这样的请求吗 黑客完全也是不可以造啊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黑客怎么去造呢 刚才连请求体的参数都能够造出来 所以好了 那我在这个当中就要去写了 比如说他在这里面也要去造 造什么东西呢 也要造一个CSIF token的这么一个字段 但是这个字段的值是多少呢 先放到这儿 也就是说他通过这样去造的话 在发送的请求体的当中呢 也会包含一个CSIF token的这么一个值 但是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先放到这儿 然后呢再来再看一下 这个请求是利用了用户的浏览器发送过去的 所以呢在用户的浏览器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Cookie里面的那个CSIF那个值 这个值是不是被带上了 就跟Use ID是一样的 也被带上了 所以他的值 在里面之前银行给的设置是多少 这里面就是多少 所以应该是5X 5X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请求当中 Cookie里面不用黑客自己去解决 需要解决的就是请求体里面的CSIF token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值 所以才起到关机 才起到的一个防范 为什么能起到防范呢 你去想正常情况下银行能够去受理 要求你这个请求里面CSIF token的值 是不是得跟Cookie里面是一样的 但是黑客如何能够知道用户浏览器当中的 这个CSIF token的这个Cookie里面的这个值是多少呢 他知道吗 他根本就不知道 如果他能够知道的话 他干嘛还发起这样的经济 他直接利用原先起的一个Use ID就可以了 因为他操作不了Cookie值 所以呢他根本就不知道CSIF token的值是多少 也就意味着说他在造这次请求当中呢 Cookie不是他决定的 他写的只是body 所以呢正因为body里面的CSIF token的值 他造不出来 造不出来之后 他在这个请求当中发送给银行的时候呢 银行就发现缺少参数 或者是参数根本比较不上 所以呢就被拦截下来了 那有同学就说了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用户在请求黑客网站的时候呢 都拿到了一个页面资源 难道在这个页面资源当中 就不能黑客去写一段GS的脚本 通过GS脚本 把用户的浏览器的孵给读出来 那就是这样的了 原因在于哪呢 这个浏览器当中有一个策略 叫什么策略呢 叫做同源策略 这是CSIF防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叫做同源策略 同源策略的意思就相当于是说 限制了不同源的网站不能互相操作资源 不同源的网站 不能相互操作资源 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什么首先说什么是源 源就代表是一个源头的东西了 所以呢 他会以什么东西呢 以这个IP地址 端口号和协议 这个唯一来标识一个源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用户当前的浏览器当中 有两份资源 上面是他所存放的cookie 底下是他从黑客网站 拿到的一个主页的页面 包括他可能也拿到了 什么相对应的GS文件 他也可能拿到 但是你看一下 底下的这份资源 跟上面的资源 它是同一个源头吗 不是吧 上面的cookie资源 已经标出来的 它是192 168 1.2 是银行网站拿到的资源 它的源头属于银行 而底下这个主页跟GS呢 是属于从黑客拿过来的 它的源头是192 168 1.3 已经是两个IP地址吧 所以他对应的就是两个源头 既然是两个源头的话 它是属于不同源 不同源的话 浏览器自身 就会去限制你 哪怕你是在1.3 黑客网站拿到的这个GS脚本 你去在浏览器当中运行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在这里面运行的GS脚本 浏览器会限制你去读取 这样那个 属于192 168 1.2的 这个网站的资源了 你根本就读取不了 你也修改不了 你也操作不了 这是浏览器给你进取掉的 正因为浏览器给你进取掉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哪怕从这里面拿到脚本的话 它是不是也操作不了这个资源呀 它也就操作不了 它也就意味着说它读取不出来这个CS脚本的值 所以正因为它读取不出来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在这里面的值多少 黑客天上不上 黑客天上不上 那在这个地方就成功的被拦截下来了 这就是CSRF防护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所以你现在再来浏览器下 就要求我们说的 扑椅当中必须包含一个值 这个请求体当中包含一个值 那黑客绑帽的理想说呢 利用用户的浏览器往过正常网站进行发送 发送说呢 它虽然能够造出请求体的数据 但是枯贵的数据是用户浏览器带上的 有一个字段 它读取不出来 读取不出来的话 它请求体的数据跟枯贵就比对不上 所以呢就会被拦截下来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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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